A跟B確實是兩個不同國際 但是他們是異性 他們也有一種緊急性 為什麼呢? 因為A已經結了婚了 所以事不上去改變婚姻制度 這也有一個緊急性 比如改變他們 就是我們現在的婚姻中重婚 或者這個A其實是離婚不困的 所以你看到沒有 這裡面也有另外一種緊急性 就是改變 改革婚姻制度有很多不同的緊急性 但是為什麼有的緊急性有正當性 還有的緊急性 就好像沒有什麼正當性 這個是我們今天要去把思 要去回過頭來看的 不能只是說 我們這種人 我們有一種緊急性 我們有一種正當性 這不夠不行 好不好 我補一句 最近那個越南籍的婦女 她離婚了 然後就被判喪失國籍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 目前最迫切的緊急性 因為內政婦覺得她 她那個就是不合 你叫什麼東西啊 就是 公序良俗 對對公序良俗之類的 所以她不符合她入境的 她取得國籍的時候的那個要件 所以就回頭取消了她的國籍 所以就是說如果我們覺得婚姻移民是一個 是一個目前從非公民取得公民的一個管道 而我們要追求這個管道 那就要看到現在這個管道是怎麼樣子的狹窄 我們以為異性戀擁有這個權利 可是具體的就是一個人 她在取得了公民權之後 因為她被認為不守復德 所以她這個國籍又被摘除了 所以這是一個很緊急迫切的問題 我這一句就是說 如果要移動就移動嘛 幹嘛要結婚才移動 我的意思是說我要結了婚才能去那裡 才能跟誰在一起 不論是伴或不是伴 那就是討論那個國境的管制上的移動的管制 不一定一定要馬上跳到婚 聽說我結了婚才能或不能 對 所以我說那個國境管制圖應該被死於 就死於他 我覺得這是必要性 而且緊急性 結果大家好像回應的都差不多 不過因為前面都講了 所以我覺得我講得好像又有點重複 但是還是有點想講 因為我想講另外一個觀點是 我同意進入剛剛講的那個國境管控 是很嚴重的 但是我覺得其實現在很多狀況 就是一直在被代言 比如說我跟我的伴也是不同國籍 我如果所謂國籍他也來不了 所以如果同性婚姻成立的話 欸他就可以來了 那好像我也得利 但是我就覺得很不爽你知道嗎 就是說因為突然只要有人說 欸他們是一對伴侶 然後他們又在不同的國家 為了解決他們的問題 我們就應該通過同志婚姻 可是有很多人是同樣的狀況 可是都要被打包去承認 只有一種訴求 然後就必須跟著那個訴求者 我就覺得有點小不爽 就稍微講一下他就是逼婚 怕被逼婚 不是 這是另外一個 我會怕被逼婚嗎 我跟婚姻有這麼糾纏 跟複雜關係 然後另外一個也是一個提醒 因為我覺得常常現在很多說法 很像你很難去跟他對抗 因為他就會說我有這個需要啊之類的 那可是就是也有一個在運動上 因為剛剛提到那個照顧的部分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看到照顧公共化 不要把照顧責任丟回家庭 那因為剛剛你的問題裡面 也包含一個是說你理解 你也同意照顧要公共化 不然那個照顧責任就會落在女性的身上 這個東西我覺得這種說法我也不反對 但是我覺得它有一點危險 它的危險在於是說 好像只要女性不是照顧者 就可以不反對照顧公共化嗎之類的 那或者是說現在其實有一些家庭 被要求做照顧責任的 它不一定是女性 它也希望照顧公共化 大家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就是我們有時候會把一個 跟我自己有關在我身上的利益 把它放在那裡變成一個理由 那好是我的問題解決了 就是一個問題的解決 但是我覺得其實不是的 我們應該有更寬一點的 比較結構性的去理解這件事情 那這是我剛剛直接的一個回應 那我還想回應一件事情 就是剛剛Dina被講的那個過程裡面 提到了一個代價的部分 我覺得台灣的婦女運動這麼多年以來到現在 確實我們就硬生生的歷史見證了那個龐大的代價 那個代價就是那個性政治的徹底的割除 那我覺得這一塊確實需要好好的把它整理出來 而且必須把它變成是一個 我們如果都關心 因為剛才有問運動策略 如果我們都關心台灣的運動 社會運動各種運動的話 這些在我們眼前看到的 活生生的被屏蔽的一種歷史的狀況 需要被看見 因為我覺得那個性政治硬生生的被切割 從90年94年一直以來到現在 造成了很多的問題 就是具體在我們身邊發生 譬如說剛剛提到 立信的朋友提到那個性騷擾防治法 也就是在這個脈絡之下不斷地跑出來 我們的兒少法 我們的性交易的 就是社違法的禁止 包括刑法的修正 其實所有的法的建制的過程裡面 就是因為那個性上的很大的 我覺得一種歷史的切割吧 這個實在是很重要的一段歷史經驗 那我也覺得自己應該有一個責任 應該參與過這段歷史的人 應該是要把這段歷史好好的把它整理出來 共諸於世 所以我有被一個人強烈點頭 好 以上補充 我就不特別針對誰來回 不過因為維珍有特別點禮我 我會就是把這個部分先拉出來 但是不一定指揮維珍的說法 可能剛才就是講話的人 我想回應一下就是說 其實先從滴奶杯和劉仁本各自發言 講了一些他是很含糊的東西 他們東西都需要就是中文理論再翻譯 我覺得丁阿妹其實蠻想講的東西 就是上次我們有聊過啦 就是 就是說 11月30號那時候在那個談 就是70年代怪態解釋的時候 好像大家都覺得這樣很棒 可是這樣的很棒 丁阿妹今天已經講出來了 如果嫁接到現在的一九 就是台灣的1990年代 那個看似狂放了一陣子 可是表面上會不斷地說 多麼的封建 多麼的富權 多麼的不平等 可是底下是有很多稀稀疏疏的 比如說蘇打餅那個空隙的 讓你去鑽 去玩 去磨 而我最 就是身為一個小闊的那個放浪型孩子 那個時候養成的 也當然會在場很多人幫忙養成 可是我要說的一點就是說 但是現在又反過來 現在其實是看似言論要有一種自由主義 不一定心自由主義 就是也是古典自由主義那個多元 那個選擇 那這個時候其實委員講的一個東西 就這樣比較具體要在談跨性別 其實並沒有什麼本然性 好像很多東西都是講出來的 其實我想很多東西都適用的 比如說同志 看似同志要去爭取 是不是同志其實跟一般人一樣的 這個意識形態的論戰 當然也是講出來的 不過是不是先天自然就是魔鬼或怪物 當然也是講出來 這都不否認 可是某一種程度上 為什麼現在有一些講法 或某一些自詩自己這麼迫切 就理所當然變成議題 而有些東西其實就是 請你自己解決好了 比如說剛才這位就是 穿粉紅色外套的人士說 因為其實女性就自然 就是很容易被當成照顧者 所以這個應該要支持就是國獎 可是問題就是說 文普光平的回憶我覺得很有意思 就是並不是說你自己的問題解決 而是說自己的問題跟當前的某一些什麼議題性 或政治性接合起來 所以你就成為一個議題了 而不是你本來的問題就是一個議題 比如說劉文鵬其實 三長度我想講的東西 比如說晚清的脈絡來講 比如說那個平等甚至是要編論 是不是一種 普世價值我們贊不贊成 比如說你們贊成每個人都就是 東皇都發給你們每個人一個博士證書嗎 比如說這樣的東西 比如說每個人自然而然的都要 對或者甚至比如我自己比較喜歡的東西 比如說每個人你都可以無限制的取得跟貓同居的權利嗎 等等的就這些東西都很奇妙 而有些議題是這麼的輕易 有些議題是這麼的鬼怪 比如說一定都覺得這是什麼東西啊 那我覺得維生其實提出一個東西 就是說其實我會聯想到很古典的一個論述 就是Protruals Protruals其實常常最直接拿來講 就是墮胎這個議題 就是我們尊重的是你這個身為 有生殖能力的 有子宮的人類身體的選擇權 其實上如果是一個比較酷而是一個交替的人 我現在其實要多講一個 還沒有本來沒有時間講的點 就是說我覺得富爾可能就可以更坦白 或更厚正穩一點 與其說是一個Pro-life and Pro-choice 而已 富爾可以提出的東西是Pro-dex 就是不要一個正常化的未來 不要只有就是生女男女結婚後 製造出陪胎的未來 要鼓勵更多女人去殘殺自己的小孩陪胎 我說的殘殺是比喻性的 你現在不要來就是跟我警告我說 我會談性平法或什麼的 而是說是一種文學比領下的比喻 這真的要澄清 就是太容易現在被那個了 所以我們說的那個酷兒式的 溫馨酷兒現在常常會說 我們組成家庭一切都不一樣了 實際上你組成家庭就是對 我這種酷兒的一種擠壓 無論如何這是要辯論 不是來告訴我醫生說多了選擇就是好 是有時候多了選擇是少的空間 你的多了選擇是我的少的空間 你如果說到現在都還搞不清楚這一點的話 那很多在場的人 不是說只是少少的幾個酷兒而已 就是說你等著喬好了 就是那些東西很快的就早就回回來了 那比較明顯的歷史是歷心用了十幾年 回歸來我們身上的是連一個 也許老婆反過來要我為他 就是只有我很樂意的用手指幫他 我也被控告就我是性騷擾者了 你知不知道現在各式各樣都是有歷史代價的 也就是說很多東西的禁制被談論 比禁制被發展 造就了目前現在好像看似某些東西這麼輕易 正當良好的良婦很輕易就可以出現 然後掌握議題 然後如果說實際上是一個 淫蕩的放蕩的女子 他跟家務性沒有關係 他要連出來說同不同意 長照各式各樣變得都沒有這個資格 就像浩洛平台說的 我們難道一定要就是被施恩了 給了所謂的結婚權才有資格 推談不要結婚嗎 再拉回來自己想一下吧 因為剛剛你有被演到我的文章 然後但是我可能想拉到最前面的那個運動的問題來講一下 就是自己在跟很多人討論的時候 也會談到就是包括我文章說 如果會被作為一個實踐的話 那實踐到底是什麼 那如果從就是運動的角度 我可能做兩個有點也不見得很 就是分得很清楚的切割 有一個是